今天來到花蓮理想大地 Check in 的大廳有暖心紅茶可以喝 Check in 完會有接駁車 專車送你到房間門口喔 今天入住花蓮理想大地的房間 一進門很有趣喔 這裡還有一個寶藏箱 很有西班牙風格的感覺 哇 是一個很浪漫的公主床 很復古的櫥櫃裡頭裝著電視 還有一個非常古老牧師的梳妝台 沙發上的抱枕 很精緻的拼布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床上有小餅乾可以吃喔 喔 這邊有一個貼心的小叮嚀 剛剛服務人員都蠻客氣的 而且其實服務真的都很好 床上有一個他們理想大地出的一個蜂巢膏 剛剛在大廳有打廣告 看起來好像蠻不錯的 來看看我們有一個很大的陽台 正對著外面的運河 待會我們要去坐船了 剛剛服務人員說走在路上 可能會看到有孔雀開屏 或者他會在樹上等著我們 很有趣喔 整個園區非常非常的大 來看一下我們的櫃子裡面有些什麼呢 因為還沒有找到冰箱 應該在櫃子裡頭 有膠囊的咖啡 桌上有咖啡機可以自己使用 冰箱裡面有沒有準備東西給我們吃呢 有汽水還有這個好可愛的 蜜桃醋跟蘋果醋耶 讚讚 乾濕分離的浴室 還有浴缸可以泡澡 外面有游泳池可以使用 理想大地呢 你需要自己準備一個一次性的備品 如果真的沒有也是可以跟櫃台取 但是如果也可以自己待的話 就可以更環保一些 Check in完進了房間之後 我們要先去找碼頭 坐船 專心帶路地圖在你的手上 河景很美耶 這個獸星走到碼頭可能已經沒有太陽了 還走出來不到三分鐘 一直拍不停 發現新東西 沿洞水池是什麼 溫泉 好特別的石屑 溫泉有溫泉的味道耶 感覺好像要在洞穴裡頭探險 好遠喔 哇很酷耶 走出來就連接著中島的游泳池 你默默看水溫 冷的 冷的 冷的冷的 是冷的喔 但是如果你要游泳的話 玩水玩一玩應該會熱啦 我們走到六號碼頭了 來這邊等我們待會要坐的船 會帶著我們來游這條運河 可以買魚飼料來餵魚喔 住房可以免費游河一趟 第二趟要自行付費 每一次的行程十二分鐘 船會一直開到晚上的十點鐘 建議天黑之前來搭才能欣賞到清楚的美景喔 六號碼頭旁邊就是里拉餐廳 早餐跟晚餐都是在這個餐廳享用 都是採自助式的方式 手機的安全 那我們整個飯店呢 飯店很大 飯店有三個島大中小三座島 它當成船呢是屬於中島六號碼頭 首先我們到達前進廣 收到東西囉 兩百三十五間客房都是西班牙建築 要記好你是住哪一棟 不然很容易迷路喔 二號碼頭是專屬給總統套房使用的碼頭 整個飯店的佔地大概等於 新北永和區的大小 目前只開發了十分之一 一直到對面的山腳下都是理想的生活園區 熱門打卡的童話版星巴克也在理想的生活園區內喔 運河兩旁的天使石雕是進口的食材 耐得住風吹日曬雨淋 經過多年還可以是純白的天使 女生專屬的粉紅Villa 接駁船也是粉嫩的喔 油河的電動船環保無污染 已經開航了21年 剛開幕的時候就到訪過 維持的真的很不錯耶 往風之谷的方向前行 這裡還有竹筏乘坐的體驗 野生孔雀園 很多孔雀都會在這裡逛大街 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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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追他 湖畔小氣晚上八點半有現場演唱 這個餐廳的椅子很有趣喔 他是馬鞍 很高 所以他沒有辦法橫跨上馬 但可以跳上馬 等一下你可以再馬上喝酒 如果你覺得晚上在房間太無聊 你可以來這邊見桌遊跟書回去玩跟回去讀喔 想打發時間的也可以去借釣竿到河邊來釣魚 準備迎接現場演唱 乾杯 一天的主題 民歌時代 哦 心惟入比了 心惟 小苦 心惟 你去年點歌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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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限給 有大家的歌声之旅 好的祝福 满满的祝福 两位休息 好了 大家一起来准备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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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桌一起来开同学会的大姐们 整场跳的好卖力 老同学们可以维持着这么好的情谊 一起出游 一起唱歌 一起聊天 一起开心 真的好棒 晚上户外有星空电影院 散步在园区里头 夜景也很美 草地上升起火堆 天气好的话 可以围炉聊聊天 这里早上八点有瑜伽的活动 结果第二天早上下雨 移到大厅的二楼瑜伽教室 没能享受到露天的深呼吸 瑜伽结束 可以享用丰盛的早餐 享受园区里自然的蟲鸣鸟叫 坐在阳台煮杯咖啡 欣赏眼前的美景 等接驳车来载我们去退房 早上退房的人很多 接驳车可以早点预约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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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